编者暗 江山如此多交 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在镇领干三省交界处 有一个县域曾被一代君王命名为江山 沿用至今 这里有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 皇朝起义遗址仙霞观 文化飞地面八都 江南茅市发祥地青样 前江源头之一 江山港一处处神奇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如一颗颗凝珠 镶嵌在江山大地上 熠熠生辉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一代代江山人生生不息 他们实干拼搏 开拓进取 为了梦想而奋斗住 重学是江山人的优秀传统 务实是江山人的形式作风 包容是江山人的胸襟胆脸 创新是江山人的时代追求 在2019江山人发展大会召开之际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徐州分社 江山市委统战部和江山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神习的江山 追梦江山人系列报道 讲述江山的自然风情和江山人的创业创新故事 从江山城出发 驱车往东南方向行驶19公里 20分钟就到了石门镇青阳村 东藏古叉先居寺 南平齐峰三片石 西有天城神仙床 北一平岗所赴领 这首诗写出了石门古镇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秀美的山水风光 走进青阳村的牌楼 顺住村道往右行 不一会儿就到了青阳祖宅的大门口 站在小石子铺设的门头梗上 便见一幢门顶飞檐翘角 两边柱有马鞍形防火防风墙的江南古宅处立眼前 高悬在门顶的一块匾额 上面苍镜 有力地写住青阳祖宅四个大字 据说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 英老家在青阳的国学大师 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泽水教授要求提写的 大门两边的门柱上 写有好几幅对联 其中有一幅是宋代杭州市市长苏氏所提 上连为天辟画图青斗文章并看 下连为帝城灵秀山川人物同期 青阳古村落历史悠久 自始千祖毛元穷 由其周迁入青阳村 在近1400年的历史中 青阳毛氏家族歌读传家 人文汇翠 出了八个尚书 83个近世和不少知名人物 据史料考证 毛泽东勺山家谱中 所记毛氏 祖居三渠中的三渠 便是指江山青阳村 石门镇提供 青阳的人才辈出更离不开毛氏家族 对自己子室的培养 在村的右侧山脉 离青阳石里开外有一个天然石大门 与江郎山毗林 这里风景如画 环境清幽 宜居宜学 青阳毛氏家族 在此修建了青阳书院 院旨 就在今天的先居寺 供青阳的子孙后代读书学习 小小书院 虽然辟居易于 却是名声在外 有山川人物同其之欲 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朝宰相王安时 就曾在那读过书 一代大儒朱熙 也曾慕名来此讲学 石门镇提供 青阳连节一直都是 历代青阳后裔所提倡和遵循的传统美德 毛氏宗族历代誓幻 恪守青阳连节 歌读传家的家风 正是淳朴的民风 严格的家教 才使得青阳代代出大官 出清官 毛氏后人受到家风的影响 而享有清明 尤其是毛凯 为官三十余年 坚持清廉无私 正身处恶 依尘不染 被世人称为毛青天 并流传著最为人们所称到的六尺相故事 石门镇提供 相传 宁代毛凯在京阳行部上书时 家人和邻居因建坊占地闹起纠纷 两家互不相让 毛凯家人便给毛凯修书一封 请他出面干涉 希望他能够跟县里打一下招呼 由县里出面让邻居让步 而毛凯却回信道 千里修书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金油赞 不见当年秦始皇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家人渐信后 明白了内中事理 内心感到非常羞愧 于是 主动把自家祥退后三尺 邻居有感于毛尚书的胸襟大度 也主动把墙退后三尺 于是留下了一条宽六尺的大墙弄 史称六尺像 一记至今有存 如今 这条大墙弄经过幸福乡村建设 已经焕发了新颜 增添了新时代的光辉 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祖训 也成了当代清阳毛氏后人的邻里相处之道 住以波社 而在2017年 毛氏后人毛岩玄老人 就屏住清正连结的品质 解决了村里的一件大事 2017年 清阳村因工程专案建设 需要征用村民的自留衫 在征用过程中 四户农户在山场戒指和权属上有所争议 导致在征地款分配上发生了分歧 征用工作一度停滞 这时 该山场的真正全属人毛岩玄屏住林里和睦 大度坚让的家风说通了家人 主动找到村干部 提出了解决方法 他拿出一块自己的山场 和他的五千元征地补偿款 分配给其他农户 就这样正是因为毛岩玄的顾全大局和主动退让 使林里之间握手言和 阻力解除了 山场征用了 工程建设得以顺利推进了 这样的故事给了毛氏后代们带来了更多精神上的指引 石门镇提供 在清阳几乎找不到任何官宦豪族的豪宅大院 与平台楼械的踪迹 真正彰显著清阳耕独传家 贵而不失的文化特质 清阳毛氏以诗书名氏 清白传家 这也许就是毛氏宗族能够兴久不衰 远远流长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本栏目由这里渠州 江山市委统战部 江山市委宣传部联合策划推出 除著名外 本文图片均由江山宣传部提供 通讯员杨峰记者注意播编辑前捷远陆小强